来文君来猜一下你后面这辆巴黎猫的价格是多少 来 我看一下 说个数吧 你觉得多少钱 15 整个外观你觉得 这个灯 你觉得它更适合是圆的 还是就是现在这个造型 要合适 我喜欢圆的 圆咕噜的 轮骨 18寸的一个复古轮骨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好不好看 虽然好看 但是我们女生要是换胎的话 好胎吗 肯定重啊 那对我来说 就觉得这款车 相对于偏可爱一点的风格 我觉得小一点轮骨 可能会更精致一点 但是又显示不了出它的大气 女生买东西也可以到 就是你在可爱的之余 还是要求要有大气的 对吧 对啊 那对于整个车的外观 你挑一个最喜欢的地方 一纸板 前后一纸板隆起 是你最喜欢的地方 对就感觉像我改装过了 我跟别人说我改装过了 花了几大万块钱 一定要把这个价格抬上去 吹起来 吹一下 那对于它的尾箱 这个线条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像驼背 说实话 它后背箱可能就是因为造型的原因 你自己看应该也是觉得小一点 不是哦 不是 这个我觉得刚刚好 就说如果你家庭里面只有一款车的话 这款车肯定是不合适的 肯定是作为你自己的一个代步工具 接一下娃 然后带一下布 上一下吧 不要接娃了 去蹦迪吧 这部车去蹦迪 为什么不可以去蹦迪 也是不可以 所以很重要的问题 其实现在都是一个人在开车 然后在上班下班的路上 啊对 所以在尾箱的空间要求没那么高 那如果你觉得它的外观是只值15万的话 你进去类似里面感受到它的氛围 以及它的一些配置之后 我觉得你的想法有可能会改变 来看一下 你来说一下你对这套类似的直观感受 首先 这个小喇叭 似曾相似的感觉 整个喇叭的造型挺精致的 还有这种出风口 好可爱 可爱 好可爱 还有这些银边 真的好可爱 真的好可爱 包括它的一个按钮 对 还有这种按钮是真的好喜欢的 这个按钮有点像V里的车型上面的按钮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功能你是最感兴趣的 什么 就是拍照功能 这个吗 这个魔镜 除了一些最基本的脸颜 还有很多的一些 哈哈哈 还有很多的一些特效 跟男朋友约会也好 情人节的时候或者是跟 就是男人一束花一定要拍 一定要拍得到 那肯定就要 9899朵 一定要放在这里拍 那确实 这种角度给我们的一种氛围感 我觉得 不输于你的 座椅车标 这里有个保时捷或马上拉迪斯娃那种幸福感 哈哈哈 打开你的这个这样吧 看一下 打开镜子看一下 有没有觉得什么不一样 它带灯了 而且尺寸很大 对 尺寸很大 怎么样这个后排 很大的 但我有一点点可惜就是没有做到全屏 一点点可惜了但也几乎全屏 这个倒还好 我是前面开车的人 但是它坐垫 你觉得怎么样 整个座椅很舒适性 挺舒服的 那确实它整个后排 牺牲了一点点 后背箱 后背箱的空间 换取了更大 但是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 这个闺蜜对吧 对啊 哈哈哈 那你考虑到就是 所有旅行都有生理器嘛 所以一定会有这个 暖蓝模式 它是方向盘加热 座椅加热 还有空调设置 都帮你设置成一个很舒服 很暖心很暖身体的一个状态 整部车体验下来之后 包括类似外观 觉得它值多少钱 再给你一次机会 哈哈哈 那我加多2万 我可以把这个暖蓝模式 真的可以用到我的冬天 我冬天真的很难熬 加多2万吧 加多2万 17万 真的啊 我17我钱包都掏空了 我们可以在试驾以下 有可能你会选择 贷款买车 哈哈哈 哈哈哈 来来开起来 用钱带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视野怎么样 还挺好看 就是我觉得这一个倒上去了倒影 中控倒影 有可能是它类似这个颜色太亮了 太亮了 对啊 确实有可能 因为我以前都是黑色的这个中控台 车很小 看起来 其实不是小 刚刚好太大 太大不好开 对我们女生不友好 因为它空间感是好的 以后 哈哈哈 哈 米一米八 好吗 还可以啊 因为我座椅没有靠后 所以再靠后一点应该还可以 哦 我这里还可以哦 你可以直观的告诉一下 我们这个动力怎么样 开快一点点 哦 小心 可以哦 我觉得有点推背感 我一脚又没下去 感觉呢 电车都是有推背感的 我觉得还是挺轻快的 对 感觉像油车 那你觉得它的转向怎么样 还得看看 真的 那我感觉不太行哦 哈哈哈 为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人一把打过来就行是吗 是 有运动模式我看见 哎呦 它有防了一下 哎 哎 哎 我有感觉到很不一样哦 轻快很多 轻快了很多 对真的轻快了很多 这个 那转向呢转向有没有变化 有 直接起飞 原地起飞 我感觉有点什么后驱车的那种感觉 你还能开得出前驱后驱 你不要瞎说 开不出来 你开得出来 哈哈哈 就是开了这个sport模式以后啊 感觉就不一样了 你懂吗 你不懂 算了 哈哈哈 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是追求你的人 开这辆车来接你下巴 你会很开心 他开这辆车来我就觉得他有点小娘 这辆车真的就是一往无前的女性化 是吧 对啊 它的名字 给男性朋友 男性用户留一点后路 哈哈哈 开了这一天 对这个车的感受是怎么样 这个内饰我是挺喜欢的 而且我是真的很喜欢这种小复补的实际按钮 那说到按钮我考你一下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功能 有雨有冰 雨冰模式 滑雪的 试一下 诶 诶 它就是帮你自动打开雨瓜以及除雾啊 还有这个雾灯的功能 根据天气的情况 就我不用自己一个一个来咯 你现在自己回忆一下你第一次开车 遇到雨天的时候 有没有用手蠻搅乱的感觉 就直接打开前雨瓜 后雨瓜 然后呢 我从来没有开过雾灯了 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不知道在哪里开的 啦文君 试驾也是完了 刚才你说从15万到说到了17万 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 多少钱这辆巴雷猫 加1万 18万吗 对 好 就是18万是你愿意自己掏钱来买的 要跟哦 还得带点块 好 那我换个方式问你 如果 这辆车你男朋友要买来送给你 你觉得他应该要买多少钱 嘿嘿嘿 越规越好吗 哈哈 那我再加个2万 哦 是我说出去我多有费息啊 就男朋友送我 我长脸呢 啊 懂了懂了 男朋友送我一个20万的车 好 那我再换一个方式问你 嗯 如果你的闺蜜男朋友送这辆车给你闺蜜 你觉得他多少钱合适 哈哈 那是真闺蜜还是假闺蜜啊 真闺蜜 真闺蜜 那也15吧 15 还是要批一点 不能 不能跟我批下去 哦 虽然是闺蜜但是不能批 要是假闺蜜我就更低了 哦 果然果然 女性女性 很女性 不能给我闺蜜看见哦 哈哈